戏子在台上摔了一跤 遭到小鳖三的嘲笑 干爹立马给他出头 就是戏子的这一跤 让明镇上海的黄泉荣跌坝 上世纪初 上海曾是青帮的天下 黄泉荣作为青帮三大亨之首 犹如土皇帝一般 只要他跺一跺脚 整个上海滩都要践一践 然而黑帮老大并不是万能的 却在这个小边三面前着了道 还被绑起来吊打 上世纪二十年代 战火纷飞 上海作为租记 各方势力鱼龙混杂 当时的黄泉荣虽五大三粗 却因破过几起大案 成为法租记赫赫有名的华人总探长 这一天 黄泉荣的小弟侯飞 来到集市上 叫来卖火柴的阿饼 让他在集市上吆喝 说是有个赚快钱的机会 只需要去八仙楼 假装打架砸场子 短短半小时 每个人就有一个大洋的报酬 听说有钱赚 很快便有一群人来报名 其中还包括阿饼的邻居 陆岳生 就这样 几十号人分成两个帮派 冲入八仙楼按计划行事 谁知发生了意外 带头的阿饼 不慎摔倒 当场丧命 很快 总探长黄泉荣 就赶到了事发地点 奇怪的是 黄泉荣却不着急办案 而是查封了八仙楼 原来黄泉荣 正是贾达事件的主谋 对生意火爆的八仙楼 寄予已久 想要分一杯羹 于是以打死人为由 胁迫老板 拿五千个大洋 那我破产了 见老板不答应 他便让手下 抓对方去寻补房 酒楼的老板 吓得魂飞破散 在黄泉荣手下侯飞的提示下 老板总算是开了窍 黄泉荣 有必兴趣加点股份呢 我做生意一定要占大股 就这样 黄泉荣成为八仙楼的大股 这样强取豪夺的勾当 在那个年代 犹如家常便饭 更何况是黄泉荣这样 有权有势之人 然而 黄泉荣前脚刚到家 就有一个小伙上前逃战 小伙名叫陆岳生 是死者阿饼的邻居 见面后 陆岳生自爆家门 小弟码头星五六 头顶二十二个香炉 家师陈福生 师太金大友 献上一筐荡山梨 特来孝敬 随后向黄泉荣 讨要三百个大羊 作为阿饼 遗孀的安家费 黄泉荣怎会放在心上 只愿给三个大羊 将他打发 怎料陆岳生能说会道 如今外面都传开了 说八仙楼事件的主谋 是黄老板 若是不做好善后工作 只怕会小事化大 此话一出 黄泉荣心头一紧 再说陆岳生 话锋一转 说自己相信黄老板 随后趁热打铁 提出要在赌场 预支三百个大羊 作为薪水 你凭什么 陆岳生倒也直接 一屁股坐在赌桌上 向黄泉荣表示 按照江湖规矩 躺在赌桌上随便打 硬扛五分钟 可换取一份甘心 黄泉荣没有拒绝 直言 这五年以来 一共有七个人这样做过 结果都没有成功 被抬着出去 然而 陆岳生却执意要做 黄泉荣面无表情地 拿出怀表计时 打手们毫不客气 对着陆岳生 拳打脚踢 陆岳生很快便受伤 眼看小命不保 他也没有弃拳 就在这时 黄泉荣的老婆 阿贵姐喊停 阿贵姐原名林贵生 是青帮真正的老大 早年间 他曾开办烟花场所 结交高官权贵 虽是一介女流 却手腕玲珑 善于结交 招了上千门徒 创办了赫赫有名的青帮 三教九流 都尊敬地称呼他为 阿贵姐 阿贵姐被陆岳生的意气感动 竟他是一条汉子 有心提拔 于是 刘陆岳生在手下做事 黄泉荣的事业 一半都是老婆成就的 只能同意 陆岳生的仗义行为 在集市上传开了 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信任 此时的他 为人仗义 乐善好施 在江湖上 逐渐混出名堂 同时还认识了他的初恋 女孩名叫小冬 黎元世家出身 小冬的师父 却对陆岳生有常见 陆岳生为了见义中人 经常追着黄包车陪跑 两人情投意合 这一晚 陆岳生送小冬回住处后 来小滩上吃面 期间 一个名叫古语的 革命党人找来 对方道也直接 提出要200个大洋 回广州 陆岳生只是个跑腿的 哪里有这么多钱 但他看对方临危不乱 猜出 此人绝非耻中之物 于是灵机一动 提议 让古语到黄泉荣的赌场拿钱 上场后 古语写了个纸条给台主 谎称手里有炸弹 让他放水 让自己赢200个大洋 否则就引爆炸弹 台主吓得瑟瑟发抖 陆岳生却一副 不愿妥协的模样 台主主动将陆岳生劝住 原来台主担心将事情闹大 于是主动放水 让陆岳生给古语通风报信 让他赢得200个大洋 如此一来 总算送走温神 隔天一早 陆岳生去找小冬 因小冬的房间在二楼 陆岳生只好踩着高桥 两人迫不及待护肯 怎料小冬的师父 却嫌弃陆岳生是个穷小子 还喜欢赌博 坚决不同意这门侵蚀 迫于无奈 两人决定私奔 没想在车站买票时 陆岳生因一时手痒 跑去赌博 结果将私奔的钱 输了个尽光 女友小冬知道后 失望透顶 独自上了火车 陆岳生懊悔不已 在原地发愣 就在这时火车上发生了枪杀案 一位姓宋的政客 在火车上被暗杀 陆岳生听到枪声 担心女友安慰 急忙冲进车厢寻找 怎料没有找到女友 反而发现疑似凶手的 铁路局局长和车长 慌慌张张地跑出 此案影响颇大 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民众共愤 一致要求缉拿凶手 寻补防悬赏五千大洋 捉拿真凶 陆岳生看到报纸后 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当即召集了几个同乡兄弟 跟踪疑似凶手的 铁路局局长李慧明 我一看错了怎么办呢 什么意思 我只看到中人里只记 餐厅人多 不好动手 几人便在路上设下埋伏 陆岳生和同乡 突然杀出 快速将小喽啰制服 绑架了铁路局局长李慧明 我是第一次开枪 给我个机会 一番神问 李慧明只得供出凶手的下落 而陆岳生并没有见钱掩开 而是将线索提供给老大黄泉荣 黄泉荣仅仅用三天的时间 就将凶手五十英抓获 因侦破特大刺杀案 黄泉荣的名声更响了 还得到了上级的嘉奖 陆岳生因此 受到黄泉荣的重用 成为他的左右手 与侯飞平起平坐 还得了一笔赏钱 陆岳生并没有花天酒地 而是广交朋友 拿钱买人情 正如他所说 做人有三碗面 最难吃 人面 长面 情面 此时的陆岳生 春风满面 这时还收到了小冬 从北京寄来的信 阴不识字 找了个识字不全的小孩 请他帮自己念读 两人半斤八两 对信的内容一知半解 陆岳生的心情 由惊喜转为失望 而黄泉荣这边 也因私会小情人 被老婆阿贵姐 抓了个正朝 此时的黄泉荣 很怕老婆 话说这阿贵姐 不仅持加油道 对黄泉荣的事业 也是倾力支持 如今见黄泉荣 迷上戏子 阿贵姐生气了 要离开黄泉荣 还是在陆岳生的劝解下 阿贵姐才回心转意 此后 阿贵姐将陆岳生 视为心腹 还让黄泉荣收他为徒 手把手地教他做生意 直到1915年 局势紧张 军阀混乱 一些战败的军阀残余人马 纷纷涌入上海 以打家劫舍为生 其中 以袁孝林为首的军阀 最为猖狂 他们直接抢了 法国人的烟土 让送货的士兵 横尸桥上 法国人让黄泉荣 十天之内 将丢失的烟土找回来 此事让黄泉荣 十分为难 他深知袁孝林是个亡命之徒 手里有枪有人 黄泉荣怎敢招惹他 于是将这个烂摊子 丢给陆岳生 陆岳生人脉很广 他的老乡好老六 正巧与袁孝林的一太太 是结拜姐妹 于是让老六去周全 果不其然 隔天一早被抢的烟土 被整香送回 然而袁孝林 却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与黄泉荣合作 袁孝林身为匪首 如此大胆 黄泉荣本不同意 但面对巨大的利益 还是心动了 在陆岳生的安排下 黄泉荣来到一个偏僻的码头 与袁孝林面谈 原来袁孝林计划 与黄泉荣合作 垄断法租界的烟土生意 得到的利益 黄泉荣得一半 剩下的袁孝林 与陆岳生平分 双方臭味相投 一拍即合 殊不知 黄泉荣的手下侯妃 吃里扒外 将消息透露给法国人 就当袁孝林 与黄泉荣谈得正欢时 一群士兵赶来 将他们团团包围 袁孝林勃然大怒 误以为黄泉荣出卖了自己 为了继续与袁孝林合作 黄泉荣将他劝住 由自己亲自到灵事馆 赴金请罪 灵师怒不可遏 痛斥黄泉荣的行为 还说要撤了他的职 让侯妃接管 黄泉荣的位置 然而黄泉荣 却面不改色 领事刚到门口 就见黄泉荣的手下来求情 寻补防162个兄弟 丝毫不给新探长侯妃面子 要求集体辞职 此刻 阿贵杰已率领青帮兄弟 包围了领事家 青帮兄弟自然不是吃素的 黄泉荣趁热打铁 以总收益的三成 提出让领事入伙 若是不从 后果不堪设想 领事值得妥协 给黄泉荣松绑 至于叛徒侯妃的下场 那就惨了 为什么要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立刻拉出去 枪毙 黄泉荣看在昔日的情分上 并没有杀他 而是将他逐出上海 此后 黄渡张三人联手 垄断了法州界的生意 成为上海滩三大亨 赚得盆满钵满 短短20年 陆月生就从卖李小公 成为了令人文之色变的黑帮头目 同时也因一些不光彩的事 不得民心 但他乐于助人 豪气甘云 遇到有困难的人 直接发钱 又不傲慢 这一天 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毕书正 浙江都军 卢永强的得力干将 话说这毕书正 也是个狂人 对不起 杀了人对不起行吗 我强见你老婆说对不起行吗 上海只认识你们三位大行 我毕莫算个屁呀 见人想骂就骂 从不避讳 直言让陆月生 将上海工会领导高大强 交给自己 陆月生很会为人处事 客客气气 想要敷衍了过去 拿去上下 我们走 得到消息的陆月生 暗中派人将高大强 护送至安全之地 黄黄上海滩 风云三大亨 前面讲的是如何兴盛 后面就是如何跌坝的 话说黄泉荣手下门声 有个名叫陆兰春的养女 生得眉艳动人 黄泉荣对其宠爱有加 费尽心思力碰陆兰春 很快便让他成为上海大剧院的台柱子 名声在外 引得一些富家公子 纷纷来追醒 这一天 黄泉荣坐镇 为陆兰春捧场 期间 陆兰春不慎失手摔倒 引得一位公子贺道菜 小姑娘 昨天晚上跟几个男人心房啊 腿都软 黄泉荣见心爱的女人受气 立马给了公子哥一耳光 还让手下将公子哥赶走 色字头上一把刀 殊不知 就是这一耳光 让名震上海的黄泉荣 从鼎盛时期突然跌坝 原来被打的公子哥 名叫卢小嘉 是大军阀卢永祥之子 有着四大公子之称 仗着其父的势力 胡作非为 在黄泉荣处受了气 卢小嘉自然不会罢休 当晚就叫来一支 真枪实弹的队伍 将戏院围了个水泄不通 面对如此阵势 黄泉荣只得束手就擒 当场被卢小嘉抓走 陆岳生和袁孝军 为了救大哥黄泉荣 只得向毕书正求助 希望他能在卢永祥面前 美颜几句 之前毕书正问陆岳生 要高大强 陆岳生没有给面子 毕书正是个好色之徒 为了找回面子 便提出让陆岳生的 相好劳六 陪自己一晚 劳六对陆岳生情深义重 为了不让他难做 便只身来到毕书正的军营 有了毕书正的帮忙 陆岳生和袁孝军 见到了卢永祥 两人带上大量的钱财 登门道歉 卢永祥趁机勒索 要求免费入伙他们的生意 便答应放了黄泉荣 为了救老大 陆岳生 陆岳二人爽快答应 可其子卢小佳 却不同意 提出让黄泉荣 给他磕头认错 黄泉荣封光了半辈子 临死也不像一个晚辈磕头 这时 陆岳生提出 愿替大哥下跪 没想此举 反而获得卢永祥的赞赏 大家不大不相似以后 大家是自己人了 这边 三兄弟同意被压迫 总算是替黄泉荣化解了危机 但后院却失火了 阿贵姐彻底死心 离开了上海 黄泉荣如愿 抱得美人归 谁知安生的日子没过几天 对方便趁他外出使 捐款而逃 经历绑架和后院失火事件后 黄泉荣颜面扫地 沦为别人口中的笑柄 虽然依旧是劳大 地位却已被陆岳生取代 而陆岳生因劳六被折磨得半死不活 暗中发誓 一定要为他报仇 表面上 三大亨并没有与卢永祥闹翻 但心里却恨透了他 很快 机会就来了 上海工人会武装起义 赶走了不作为的军阀 卢永祥成为丧家之犬 准备坐飞机撤离 却中了陆岳生的埋伏被活捉 送到了上海工人会 至于另外一个大恶人 毕树正被陆岳生的手下直接暗杀 1927年 上海局势再次发生变化 曾经与陆岳生有过一面之缘的谷羽 找到陆岳生 如今的他已是一名北伐军官 令陆岳生感到意外的是 当年的叛徒侯非 居然成为了谷羽的手下 见面后 谷羽也不废话 直接告诉陆岳生 他们已率十万大军 驻守在上海滩外 准备入城 清理一些不良分子 他希望三大亨能派出门徒 配合他们 除此之外 还要将工会的高大强绑架 以便让十万大军入城 在回家的路上 陆岳生看到四处乱成一团 这一次他犹豫了 不知如何是好 回去之后 与黄泉荣袁孝林商量后 设下鸿门宴 将高大强绑架 随后谷羽的十万大军顺利入城 然而令陆岳生没想到的是 许多工人纷纷遭到屠杀 三大亨发现被利用后 已是无力回天 陆岳生更是被推到人前 成为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 陆岳生为人仗义 乐善后施 当年为抵抗列强 捐钱捐物 失事后 陆岳生发誓 喜庆冤屈 却遭到了侯非的暗杀 幸运的是 大难不死 之后 携妻子朋友 逃到香港 电影《岁月风云之》 上海皇帝 上映于1993年 黑帮片的最早原型就是武侠 乱世出萧雄 这就是陆岳生的黑白人生